沙巴仙本纳昨天傍晚发生严重的躲命车祸 一辆轿车遭皮卡车追撞之后再遭到罗里猛撞 三人当场惨死 死者包括一名年仅十个月大的女婴以及她三十岁的母亲 仙本纳警区主任法汉李炳强透露 初步调查显示涉及车祸的零路轿车 行驶到案发现场时放慢车速 毁随的福特皮卡车刹车步骑从后方猛撞 强大的撞击力导致零路轿车被撞入反方向车道 和一辆罗里迎面相撞 车子被撞得毁不成形 车祸导致零路轿车司机的妻子和女婴混断公路 另一名死者同样是零路轿车上的乘客 年仅十三岁 至于皮卡车司机和罗里司机则没有受伤